陳婉仁近日減肥成功 由肥仔變成肌肉男 令大家驚訝 更加成為不少肥仔變成健碩的目標 陳婉仁近日說了很多做運動的心得 私人教練Laurence當然有功勞 但原來地獄式的訓練背後 怎樣去吃都有學問 聽聽陳婉仁和教練Laurence怎樣說 最初就是做 做到沒有力氣的時候罵我不吃飯 開始吃飯罵我吃的餐不夠多 又罵我吃的糧不夠大 基本就負荷不了Laurence設計的運動 因為沒有力氣 我亦都變成吃東西的習慣 吃多點餐會留意我的蛋白質 我的carbohydrates 足不足夠我去負荷Laurence安排的操練 健康餐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它不單止設定了 讓你知道每一餐有多少卡路里 你吃的蛋白質量多大 你吃的碳水化口物有多少 之外它會盡量在健康的範疇之內 令到這些餐是好吃的 不是說戒鹽戒油戒糖戒 不如不要吃吧 其實我們做運動會出汗的 其實你要補充我們失去的礦物質 所以這些餐的好處就是 它會有一點鹽 會有胡椒 會有那些不影響我們 最重要就是有味道 好吃的 而起碼你知道你吃了什麼 我覺得最神奇的是鹵肉飯 它剛剛台灣比賽回來了 就知道了 鹵肉飯是一個沒有人會說是健康的 是一盤菜 是一個菜 但是它可以做到鹵肉飯 那個味道依然只鹵肉飯 然後用椰花 用一些所謂的健康米 所以這個神奇鹵肉飯 我會建議大家去試一下 當然其他東西都很有趣 其實它吃開雞很多 但是大家都很喜歡Rose Beef 這個也好吃 可算的話 cited氣味